大家好 欢迎收看 股市罗文斌看 我是罗文斌 台股在经过两天的拉回整理之后 那今天我们看到出现了一个大喷发的一个暴富性的一个大涨 中场大涨超过200点 那对于今天的一个大涨 可能投资朋友也会觉得有一点 那昨天美股不是开高走低吗 那怎么台股今天还比美股还强 那确实是如此 昨天美股你不要看 到收盘这个四大指数都是涨的 不过相较于开盘那个位置 我想这中间还有相当大的一个落差 你不要说什么 我们就说那斯达克指数就好了 你看昨天收了一根这么大的一根黑棒 早盘一开盘弹了将近4% 结果收盘只涨了1%多 那其他的包含道琼 也是一样 你看留这么长的一个上影线 费半指数也是你看这么大的一根黑棒 结果今天怎么样 对照台股反而怎么样 完全无据于美股 出现这样一个震荡 反而一根红棒拉起来 把前面这两天修正的黑棒怎么样 全部都给它吃掉了 那我想对于今天的一个大涨 是不是又再一次印证 我一直告诉各位 我都从现在一直到封关过年之前 其实在架构跟格局上面 就是有利于多方操作 所以你更要好好的把握 这样的一波行情 除了说在封关过年之前 能够开心的帮自己赚一个红包 能够开心的过好年以外 我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这一波不管怎么样 即便我们还是看好 到过年的一个行情 可是怎么样 这终究它还是一个反弹 你不要把这一波的反弹当成回升 那既然是反弹 会有结束的时候 对不对 那一结束以后 整个长线的格局 又将回归到目前熊市的一个格局 那下一波类似像这样的反弹 那不知道什么时候 所以你不把握现在 那你要把握什么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 我对大盘的一个看法 我没有任何的改变 我也不花太多时间去讲这个大盘了 那最重要的是在今天 谈升的过程里面 盘面倒是有一个特色 也就是说 因为昨天美股大涨 对不对 那美股大涨大家也知道 是因为公布出来的 11月份的一个CPI 7.1比市场预期的7.3要来得少 所以这样大家都在想说 那联准会接下来应该不会有太大的 怎么样 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动作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激励了整个科技股的走势 那你们看到美元指数的一个大跌 你看美元指数 昨天还破底 随着美元指数的一个大跌 10年期的公债也拉回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有利于科技股的走势 我们说过在一开盘的时候 纳斯达克居然还涨了4%以上 将近有4% 那收盘即便有收链涨势 还是涨了1%多 那费半甚至于还涨了2% 所以带动今天怎么样 今天的台积电 气势如虹 加上明天要除息 在这种情况之下 科技股今天转强 资金当然也会压缩到生计股 所以你看生计股 在今天电子股转强的一个当下 反而有很多的一个生计股 在今天怎么样 出现了开高走低 甚至于怎么样 还有出现打到跌停板 台康升 对不对 所以今天有很多人在问 那随着科技股的转强 那我们操作上面 是不是要把资金怎么样 全部再把它转到电子股来 因为生计股好像 每戏唱了玩玩了 那到底生计股是不是玩玩了 我们稍后会再说 但是我还是重申 我想从4月 我们就锁定生计股以来 我一直告诉各位 生计股是我们操作上面的 一个很重要的主轴 没有任何的改变 只不过从11月 从10月底11月开始 我是不是也加进去 电子股的这样的一个元素 我说过其实生计也好 电子也好 现阶段的操作还记不记得 我说过什么 双箭头 双核心 双主流 所以你不用去在意到底 我现在要做生计 我还是要做电子 反正只要有赚钱的机会 你管它是生计 你管它是电子 对不对 你看前一段时间 我们帮各位所掌握的 精锐我们来回做了两趟 有没有 是不是电子股 是啊 精锐之后我们做了什么 做了安空二号 胜锐 胜锐是不是电子股 也是啊 还有什么 还有我们昨天把一档股票 全数大赚获利出清 叫做什么 是不是神准 3558的神准 神准什么股 是不是电子股 所以除了生计股以外 只要电子股 有能够让各位赚钱的机会 我也不会让大家错过 所以我说过 现阶段 你不用预设立场 我一定要做电子 又或者我一定要做生计 反正盘面 有什么赚钱的机会 我们一个都不要放过 这就对了 你管它是生计还是电子 好 那至于说生计股 随着今天台康生 因为今天台康生 有利空嘛 所以直接打到了跌停 那很多人认为说 今天生计股的一个转弱 最主要是被台康生 给拖到了 所以整个下来 有没有 那再加上近期 这个所谓的资金 那个转移 所以生计股 可能接下来没细畅 好 那我必须这样讲 生计股今天有很多 开高走低是事实 那为什么 难道单纯只是为了台康生 今天打到跌停板吗 是吗 我认为不尽人 我认为是昨天怎么样 昨天生计股太热了 你光生计股一个族群 既然整个占成交量的比重 超过10%以下 就一成以上 过去没有这么热股 你很奇怪吗 昨天是不是所有的专家权威 所有的分析师 大家都在讲生计 好像今天我如果说出来 解说行情 我不讲个生计股 就显不出我的专业 有没有 昨天是不是这种情况 那我说过总是有不同 同样的故事 总在不同的时间重复的上演 我说当再怎么看好的股票 再怎么看好的行情 只要当大家都在讲 而股价正在碰 你看昨天升级股多强 那这个时候 你千万怎么样 你千万不要跟着大家 一窝蜂去追 为什么 因为当大家都在讲 代表筹码怎么样 筹码也乱了 所以短时间之内 它就有整理的必要 所以今天 升级股有很多是呈现拉回的 我认为这是筹码使然 为什么 昨天大家都在讲 大家一窝绷着都进去 当然短线上面 给你洗一下 这很正常 那你说区序有没有改变 我这样说好了 现在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在讲 大陆解封 所以衍生出来的商机如何如何 对不对 好 那我请问各位 大家都在讲大陆解封 我只问各位 现在只有大陆在解封吗 我请问各位 台湾有没有解封 现在外出会不用戴口罩 是不是某种程度也是解封 对不对 现在你可以出国了 过年到了你可以出国 那是不是也是解封 所以不是只有中国大陆解封 台湾也在解封 而且全世界怎么样 全世界都在解封 我这样说好了 我想这两天 一个很大的行为叫做巨大 有没有 他告诉他的一个客户 他的票怎么样 要延后45天 然后他也要对他的供应链怎么样 做一个砍单的一个动作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在讲 对不对 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 为什么 是不是因为解封了 解封了 大家对于自行车 对于脚踏车的一个需求 就不像过去那么的高了 所以库存它需要一段时间来去化 所以讲穿了不就是因为全世界 难道具大这个因素 是因为大陆解封的关系吗 不是嘛 全世界使然嘛 好 那重点来了 既然全世界都在解封 那我请问各位 既然解封了 人跟人之间的接触 是不是也会开始变得频繁 过去大家都躲着嘛 不然就大家保持距离嘛 那现在解封就回归到 以前正常的一个生活 所以人跟人的接触 必然会比以前要频繁很多嘛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认为会引致什么问题 是不是生病的人也会越来越多 你说为什么生病的人会越来越多 我这样说好的 解封归解封了 解封是为了我们要跟COVID这个病毒 有没有 要跟它和平共存嘛 但是要和平共存 并不代表COVID这个病毒就不见了 它还是存在 对不对 只是说它不是重症 可能大家就把它当成感冒也好 或者说喉咙痛 头痛一下 吃个药就好了 好 那现在你人跟人之间的接触 频繁病毒依旧存在 是不是生病的人就会变多 那生病的人一变多 你只要很单纯的想嘛 对于生剂相关的 不单单只是药品 不单单只是医疗设备 你看现在新闻不是也在报吗 大陆这样一解封以后 有人因为发烧 要去看病结果怎么样 诊所也好 医院也好 大排长龙排了六个小时 还排不到 还看不到病 排六点精 就单纯一个发烧 排六个小时还排不到 所以代表整个医疗的一个问题 不管是医疗的一个量能 医疗的设备 甚至于药品 现在不单单只是药品 现在不是讲说连抗生素像 阿摩西林这些也都缺货了 对不对 为什么会缺货 你想 如果说现在大家都在抢 尤其大陆人又那么多 他们现在要解封以后 对于药品的需求 对于相关卫生用品 对不对 大量的提升 他的一个需求之下 大家是不是要开始抢货 在抢货 预期心理情况之下 可能我原本只要买一个的 想说未来如果这样下去 我会不会买不到 不过干脆我买两个 我拿一个来备用 是不是预期心理之下 其实不止大陆在抢货 欧美现在也在抢货 甚至连台湾也准备要抢货 你看着好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相关的需求 我只问各位 这样的一个趋势 它会在一天两天就改变吗 它会在一天两天就改变吗 当然不会 所以我说生计 尤其我说现在既然还是熊市的一个架构 那么对于整个资金避险 它还是有它一定的一个作用 所以生计股我认为 它主流的这样一个地位 它不会改变 你说即便今天有很多 是呈现开高走低下来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纵使今天生计股开高走低下来 有没有涨停板的 有没有创新高的 松锐药在做现在 我刚讲了抗增速有没有 它就都抗增速的 一样涨停板给你看 谁做生计股拉回就不会有创新高的股票 就不会有涨停的股票 还有一档大家很熟悉的 什么股票 保龄负景 有没有 早盘还跌了6% 那后面这一段不见了 没有关系 可能传输了问题 我可以告诉各位 它的收盘涨5% 超过5% 从原本跌6%到涨超过5% 这一低一高之间 它今天涨了11% 谁说全部的股票都在开高走低 开低走高的有一堆 这大家不熟吗 对不对 为什么有些股票开高走低 有些股票开低走高 有些股票在昨天爆大量 之后今天就不动了 为什么 奖穿了我就就是筹码 4114的剑球 对不对 艾克坦 大家都在讲 大陆解封 对艾克坦的需求会大幅提升 所以大家都在讲 大家都在讲 大家都在买 所以昨天爆了8万多张的成交量 有没有 你短线要不要稍微整理一下 我说过这档艾克坦 这档剑桥 我们这个题材 我上个礼拜就讲了 我不敢讲领先很 我不敢讲领先很多天 但至少领先这几天 是不是都是剑桥在大涨的时候 差一天就几乎差10%了 差三天就将近30%了 差五天就更不用讲了 对不对 所以你不要小看只有差几天 差几天就差很多 当现在大家都在来 你看我们上个礼拜就布局好了 我们布局就卡位了 现在你才来一窝蜂来凑热闹 当然短线上他会震一下 可是你看 为什么今天保龄副景会大涨 我这样说 这档股票 姑且不要讲前面在低档 你可以去问问看会员 这档我们还买过在10月底 买过在这里 在这里的 有没有 当时10月底 我们跟美食一起买在这里 有没有 有没有 记不记得 姑且不讲那些了 来 就说这一波重新要发动之前 在这个位置 有没有 我们有没有 在发动之前 我们先布局 先卡位 节目里面也讲过 有兴趣的可以去回去看重播带 我们买完以后 寄报一公布出 营收一公布出来 一直往上公 两天几乎涨了快20% 两天从原本的160几块 冲到了193块半 那还是一样 我说过 同样的故事 总在不同的时间上演 随着保龄副景的一个股价 涨高之后 创新高之后 是不是专家权威又都来了 一堆人要开始告诉你 哪百零原本要付给发明人权利金 现在怎么样 现在不用了 现在对于今年的EPS的贡献度 至少会一到两块 有没有 除此之外 它的哪百零一样 明年有机会能够顺利取得 大陆的药证 一旦取得大陆的药证 这对EPS的贡献度 法人的预估 最保守的看16块 16块你没有听错 1块6是16块 甚至还有法人乐观预估到27块 是不是很多人都告诉你这些 他们讲的都对了 问题是 你这里不买 你来到这里才买 一样嘛 大家都来 纵使它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可是筹码面乱了 终究它就是要整理 所以你看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又拉回来 那一拉回来 一天两天三天 就怎么样 就没有人讲了嘛 大家又忘了保龄附近 未来EPS 有机会冲到16 甚至于高27 大家忘了这一块了 因为股价只要没涨 大家都不讲 那大家都不讲 它的筹码是不是就要安定 所以趁着今天在拉回的时候 冷不防的 就给你涨给你看 所以你印证到了什么事情 趋势不变 生计股的趋势没有改变 只不过你要什么时候去买 这才是重点 414的剑球 买在上个礼拜的到今天是大赚的 你买在昨天的 我不敢讲你没赚 但是随着早上这样拉下来 你是不是一颗心又七上八下 对不对 所以重点还是在于说 即便是对的行情 即便是一档对的股票 但是你更要用对的方法 你更要怎么样 在对的时间去做一个切入 这每一个环节都缺一不可 对的行情对的股票 你买点错了 我们刚讲的嘛 保龄负金 你当时跟我买在低档 到今天你哪一个没有赚到钱 重使这几天有震荡 你是不是都还是一路赚 只是赚多赚少而已 但是你一直都是赚钱的 但如果说你买在上面 重使今天开低走高 拉了10%上来 你还没解套 基本面没有改变 但是你买的位置不对 命运就大大的不同 所以我想对于接下来 还是这么告诉各位 你怎么做 行情没有问题 趋势我认为也是对多方有利 至于说偷做的一个标的 我认为生计电子都有机会 那你也不要预计立场要做什么股票 反正哪一档股票正准备要发动 哪一档股票未来的空间到 它的买点浮现 那你就买哪一档股票 这就对了 你不要去预计立场说 我一定要做什么 那至于说 接下来到底该怎么样的一个操作 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标的 我们可以来做留意的 我们稍后回来 台股今天大涨超过200点 印证了 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告诉各位的 从现在一直到风光过年 银路都有赚钱的机会 尤其你要趁着过年之前 帮自己怎么样 利用这一波行情 帮自己好好的赚一个红包 然后开心的过好年 那至于说要怎么赚 至于说要怎么赚 我一直告诉各位 用对的方法 在对的时间买对的股票 你只要能够掌握到这些 要赚红包 那是轻而易举 好了 什么叫对的方法 什么叫对的时间 对的方法 当然我说过 攻守进退的节奏 你必须要能够掌握 你要会买 你更要会卖 而且你的资金 不要散弹打鸟 不要这里买一点 那边买一点 哇 朗朗 对不对 痒痒傻傻的 整个手中股票十几档 这都不是正确的方式 看好的股票 我说过 我们所帮各位所规划的 双喜临门过好年 有没有 就是集中一档 到两档股票 最精华的 然后用分段操作 你看 我们刚才也讲 3558的一个省准 我们有没有在 还没有发动之前 先卡位先布局 一发动 大家来追 我们就去给它 你看我们昨天卖掉 昨天当天下来 今天继续再往下跌 那你看 两天下来 有的价差 我是不是随时 可以再买回来 对不对 好 那生计股 我们刚才讲 一堆人在讲了这档股票 我们上个礼拜就先布局 你昨天买的 今天买的 你看上下在那边震荡 你一颗心也七上八下 不敢讲你赚不到钱 但是你一颗心就七上八下 这都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 我说正确的做法 就是你要走在故事的一个前面 好 那至于要买什么样的一个股票 什么是对的股票 生计也好 电子也好 不要预设立场 不要预设立场 我想我也跟各位讲过 我们在卖掉的审准之后 我们在卖掉的审准之后 一样嘛 最大的目的 无非怎么样 除了规避风险 除了加大获利的倍数 最重要是让你的资金能够活化 他在整理你不需要跟他耗 尤其他在整理你资金抽出来 是不是怎么样 我可以锁定下一档正要起涨的股票吗 那下一档在哪里 我这样说好了 我们刚刚也提到了 升级股这两天大爆发 可是今天却开高走低 但是我们刚刚我也花了一些时间告诉各位 升级股的趋势不会因为今天开高走低 而呈现了一个拉回 反倒是你要去留意的像 保龄附金这种 他前面先整理 对不对 前面先整理 现在当然就会先发动 所以类似像保龄附金这样的一个股票 你就要趁着拉回的时候怎么样 赶紧去做一个卡位 所以趁着今天有一些股票拉回 有一些股票整理完正准备要发动 那不就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吗 所以我说过 升级股的趋势既然没有改变 那么从筹码面来看 有一档股票 你明天绝对不能够错过 这一档我姑且叫做明天必买 那这档是什么样的股票 投资朋友你要怎么样能够跟上我们的脚步 我说过了 多多利用现有的工具 什么叫现有的工具 多多利用我们股市罗宾和Light 这个Light的一个家族 对不对 我说过有好的标的 只要买点一幅线 我们都会第一时间 在这个群组里面跟大家做分享 尤其这个群组还有个好处 当你有任何操作上的问题 你也都会透过双向的沟通 来跟我们联系 我知道你的问题 我也会第一时间来回答各位 这个就是我们股市 我们一看赖家族的好处 还没有加入的朋友 赶紧利用我们的ID也好 利用我们的QR Code也好 赶紧加进来 对大家百利而无一害 明天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